好漂亮啊 是这样吗 我觉得东京的夜景比较漂亮 我现在能回去的地方 只有东京了 不过这里是个很好的地方 你爸妈也很棒 我爸妈 真的很好 你这个人判断的标准也太奇怪了 我爸只会唠叨 硬要别人接受他的价值观 到底哪里好了 会对小孩唠叨 还有会要小孩接受他的价值观 都很好 我爸妈以前也是很棒的父母 他们常常带我去录音的现场参观 这样很令人羡慕呢 有一次还让我配音了 配一个录人 我妈妈教我正确的发声方式 那是我爸爸当导演的系列作品 也是我很珍贵的出道作品 但是自从我出道之后 他们两个就什么都不教我了 我完全不懂 你到底想要跟我抱怨什么 我很羡慕你的经历 说的也是 这种事只有自己最清楚吧 我打个电话 你好 何元小姐 是 我是百花 很抱歉 让你担心了 我现在跟朋友在一起 我妈妈也在吗 妈 聚会我就不去了 不是的 我会玩去Pure Para Pure Para 如果对方再来跟我谈 我会再考虑 原来你希望对方直接找你谈 有点任性 不过也是了 你才十七岁 我差点忘了 女儿的年纪怎么快忘记呢 因为你已经是独当一面的生优了 说的也是 我们都是专业人士 很抱歉 不能共演了 别这么说 这种事只要你决定就好了 谢谢妈 好 那我就跟他们说 我要配女主角 什么 第二次共演以后再说吧 我会等你 我的小劲敌 好 我马上会追上的 等着我爸 前辈 你居然不想演出Pure Para 对啊 太可惜了 那很红哎 我妈说她要配女主角 什么 已经是妈妈了 还要配国中生 太厉害了 我们回去吧 好